希望等於延續上個禮拜的部分 其實上個禮拜要講到就是 我要怎麼去抓 這一個網頁裡面的三個東西 那三個東西的話 基本上都有固定的樣子 比如說類別是長固定 有沒有就長這樣對不對 然後它底下的中文名稱 也是長這樣 好像字比較大啦 有沒有 然後底下這個英文名稱好像字比較小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 要怎麼把它抓下來 第一個你一定要先去抓到 它這個網頁裡面 我剛剛講過 重點是 YouTube或SOOP最重要是要抓它的什麼標籤 第一個 第二個如果它有類別 那你也可以用類別 第三個如果有ID 那你也可以用ID 可是那我怎麼知道說 它的那個標籤名稱叫什麼 那我要怎麼知道 當然最笨的方法就是按滑鼠右鍵 去檢視原始碼 因為原始碼這麼多 那你要怎麼知道你的那個東西 它是放哪裡 我跟各位 真的還是有書上是教你要用這個方法 我覺得真的是太 這怎麼找 對不對 你光找你都覺得想放棄了 而且之前我有上過別的老師 就是我當學生 我看有老師教也是叫你直接慢慢看 我想說你就按右鍵檢查一下不就好了 你這邊有個按右鍵 檢查比較OK了 那這個右鍵檢查就是你不需要一個一個慢慢看 你要的那個標籤在哪裡 它會直接幫你跳到那個位置 告訴你說你現在的這一個 你要找的這個東西 它的標籤叫什麼名稱 OK 所以你按滑鼠 可是你要慢慢習慣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 對於瀏覽器這個功能不太熟悉 檢查之後你可以看到右邊 有沒有 它就會出現什麼 出現 那主要看哪裡 你看它現在底下有一個淺黃色的這一道 有沒有發現其實這一道就這個啦 有沒有這個DIV 實際上這個東西 你現在指的這個東西有沒有 它其實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在背後原始碼就長這樣 那它實際上是一個DIV 有沒有 然後它的類別可以20等於這一個 所以如果你要抓到它的話很簡單 就是給它DIV 然後逗點 把這個KAS貼到第二個 這兩個參數嘛 就我們剛剛講的 第一個參數是標籤 第二個參數是類別 這樣它就會幫我把這個東西全部抓過來 OK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它的中文名稱 所以中文名稱就是按右鍵檢查一下 它一樣會幫你把它跳到哪裡呢 有沒有 按右鍵檢查 這招很重要 而且我覺得最簡單的 找到這邊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標籤就在H4 有沒有 在這裡 然後裡面的資料就這些 這個應該一樣 OK 那底下就不用再按右鍵檢查 因為底下就是small 有沒有看到 底下這個就是它的英文名稱 所以你也可以把游標有沒有 這樣指到 箭頭指到small的地方 那你可以發現 你如果把游標放這邊的話 它這邊會告訴你說你現在移動到這裡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告訴你這個是small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說 這三個東西的特徵 第一個 DIV加類別 第二個是H4 第三個是small 所以我們會需要 因為這個不是只有一個項目 而是70幾個項目 所以呢 我們就產生一個類別 list 先讓它去找 所以我們接下來用findall 把它全部找過 所以上個禮拜好像沒有做到 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 我們是什麼 用 第一個是先把它的資料 用那個request 把它全部原始碼抓下來 有沒有 所以request.get就是把 這個地方的原始碼 這個網頁 這個網址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的上面這個網址 所以這個網址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這邊來的話 它就幫我把原始碼抓下來 所以原始碼現在就是在HTML裡面 不過你特別注意 這個是一個物件 你如果要取得裡面的原始碼 還要加一個.test 然後第二步的話 就是給BeautifulSoup去解析 所以BeautifulSoup固定 把原始碼給它 請你幫我解析 它會幫我產生一個物件名稱叫SP 這個名稱自己取 你不見得一定要叫SP 你可以換個名稱也OK 然後呢 我們主要是利用SP這個物件 裡面的一個方法 因為我們不只一個嘛 所以用findall 所以點findall 然後findall的話你會發現 我剛剛不是有分析的嗎 第一個的話 它的標籤名稱是DIV 第二個的話它的類別是這一個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知道 第一個DIV 第二個的話這個class是在這裡 所以這邊按右鍵檢查一下 它就跳到這裡 然後把這個DIV跟類別 那有時候類別太長 我把它按右鍵點兩下 然後再把它複製 然後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它第二個參數 這樣的話呢 保證一定抓的 就是那些東西了 就是它的類別名稱 OK 然後其他放在list1 然後呢 H2的話 等於是中文名稱 放在list2 然後small的話 放在list3 最後的話 把這些東西 123有沒有 通通把它下載 因為裡面有70幾個 所以我跑個回圈 for i in range 然後把它全部的東西 通通抓下來 然後最後幫我把它串在一起 取得它裡面的文字 然後中間加豆點 幫我把它print 所以喔 這個我先這個先註解 所以第一步的話 就是如果你確定看到的結果 它是長這樣子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就OK了 所以你會幫它print出來 看到結果應該OK 它就是什麼 它第一個 它類別名稱 豆點有沒有 第二個就是它的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就是長這樣 那這樣應該OK之後的話 那我就把它存成csv 存成csv 前面講過了 所以我直接就把它 跑一下 所以 再來的話呢 因為它開頭的地方 沒有那個欄位名稱 所以我在s開頭的地方 先給它 三個欄位的名稱 那中間都加豆點 第一個是類別名稱 第二個的話是中文名稱 第三個是英文名稱 那記得一定要加一個反斜線 跟換行 OK 所以喔 有欄位名稱的嘛 然後接下來就是把資料給全部串在一起 這邊有個s 等於s加 就把上面的東西串在一起之後 那最後再加一個換行 然後 串在一起之後呢 幫我把它存成什麼 所以底下這三行應該蠻熟悉的 就是存成csv 所以喔 有沒有 開一個tqc.csv的檔 把它存進去 這樣執行 那理論上 好像上個禮拜這個都有講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個csv了 打開的話呢 那就是我們csv的這個檔案 應該OK 只是欄寬可能自己再調整一下 應該沒問題 OK 蠻快的 然後呢 全部有幾個呢 Ctrl向下 72-1 71個 OK 所以也就是說啦 像那個tqc plus 裡面如果假設人家問說 裡面到底有 考幾張證照啦 其實就是71張證照 其中的話有關Python的證照 其實就是 這個把它關掉 其實就是我上個禮拜講的 這邊有沒有 這邊有很多其他相關 Python的話呢其實就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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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 總共四張證照 那實際上你看起來好像四張 可是實際上 這下面這兩 這邊這兩個有沒有 其實是同一 同一類的啦 只是說多一個基礎而已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基礎好像是考一到五類而已 然後這個程式語言是考一到九類 考的題庫是一樣的 差別就是說一個是考比較多而已 如果你們對於這個證照有興趣的話 其實我也有把它放在那個 我們雲端上面給各位參考 這邊有個 Python三個證照考試有沒有 那這邊有個目錄嘛 你可以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這邊就有 第一類是考這個啦 其實跟各位講 這些東西 我們上課都是在講這些啦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要把它 有系統的 完全的去 去 去 去試的話 其實這些題目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最困難的地方就是 你必須把它練熟 然後考試的時候 好像這九題 給你一百分鐘 然後你必須 從那個題目裡面抓一題 然後來考 你要在時間內把它做 打完畢 才可以拿到證照 我覺得其實 還蠻 蠻刺激的就是了 而且時間真的 如果你熟的話 其實時間還蠻夠 一百分鐘 所以有興趣的同學 你不妨 可以自己再稍微看看 我覺得這個延伸性 真的還蠻多的 這裡面其實 你也可以把它點擊進去 裡面其實也有相關參考 那我們重點其實 不是在 不是在這個 裡面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 不過它好像有新的版本 跟舊的版本 好像新舊 好像新的好像 這邊是 第二版好像是只有考七題 前一個版本是考九題 這個細節部分 它好像 應該裡面很多題目 其實是 是一樣的 只是說至於怎麼改 你們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不妨可以自己再去了解一下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裡面的資料 全部都抓下來的方法 最後的話 當然 也可以試試看 把這個CSV 如果假設不想存成CSV的話 我想要把它存成 Excel 還記得嗎 Excel怎麼存 其實 上次我們之前做了蠻多練習的 如果你忘記的話 其實你可以從前面的那個 好像0601就蠻多的 我記得 我剛剛也打開0601 0601的第幾頁 好像這邊就有了 有沒有 純為一次有的範本 這個好像第三頁就有了 三個步驟 一 二 三 那其實關鍵地方 就是要把原來的自竄 變成竄列 所以就寫進去OK 這個部分請各位複習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剛剛最重要的部分 其實可能還是要熟悉一下 網頁的這個檢查 所以你們慢慢習慣按右鍵 檢查一下 它有沒有特徵 如果有特徵 你把它記下來 DIV 這個是CS 那把這個DIV 跟這個CS後面的東西 其實就直接把它貼到 我們的程式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串列找了 SP.5O 指的是這個DIV 標籤跟它的類別 這樣它就全部找到了 我是覺得應該沒有想像中困難 只是說你要怎麼樣把 這個兩邊的怎麼樣 關聯性 就是那個部分找到 然後讓它run 然後它就會給你一個串列 所以Python裡面 我一直強調很重要一個部分就是串列 如果你慢慢可以習慣 而且熟悉串列的話 我覺得你以後再處理那個Python應該 就會覺得好像還蠻簡單的 那未來像那個一些 那個什麼 Northical的格式 其實好像也都跟這個有滿類似的感覺 所以慢慢你這邊Python習慣之後 你將來要去處理一些像 延伸性的像大數據分析的一些資料處理的話 你會覺得好像很多都雷同 看起來好像是這個 但是其他好像也都會用到這些東西 互相都會有一些關聯性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吧 那這個也是爬蟲 OK 所以這 而且也是HTM 所以要懂的東西還蠻多的 試試看 那後面就是把它轉成Excel 可以看納了嗎 這就這樣太超多了 是不是小老一家 好嗎 呢 好嗎 就是是怎麼說 OK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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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嗎 我可以看納了嗎 我可以看納了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